看辣椒急线驾站 我现在在的位置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正中心 也是塔里木盆地的正中心 这旁边的这条公路是沙漠公路 有车正在走 其实它的基础设施还不错 我们前面已经有说了那个问题 它这个是有低贯的管线 为了保护这条公路 有低贯的管线 然后我们看这实际上还是有动物的痕迹 大家看这个动物的痕迹 这个应该是蜥蜴 看到这个爪子这个走的这个样子 你看像林波微步一样 还带着划痕 带着划痕 我们看这边 它这个这个就是它的划痕 然后还有一些大的动物 这个蹄类的动物 有蹄子的 这边交错 可能是野狗啊 也有可能是小骆驼之类的 我们这集说一下电力的问题 当然我不是这方面的庄家 但是有一些想法 远期远方向的想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还有就是 几只股票的这种想法 比如比亚迪啊 宁德时代啊 特斯拉啊 这些 那我们先说这个电力吧 那我说了我是外行 但是我有一些好的想法 就是电力这个东西啊 我们知道中国有超大规模 超高压的这种电 电网体系系统 但是你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比如我现在在的这个塔克拉玛 刚刚大沙漠 它全程都有信号覆盖 但是你如果不用太阳能的话 你说这旁边就是高压线 你说这电压一次降下来 把电压降下来 然后再只为一个手机机上工作 你觉得这个经济效益划算吗 肯定不划算 那肯定是太阳能合适 所以我第一个介绍是太阳能 就是小型的发电系统啊 而且清洁便携 我这一最重点啊 这个电力系统就是便携一个字 这个太阳能就是一个非常便携 而且可以不断持续的一种能源 所以我相信很多的家庭啊 包括我们很多 中国现在房车市场啊 现在是保有量是十万辆 美国是一千一百万辆 欧洲是七百万辆 整个欧洲啊 那中国只有十万辆 中国的这个房车市场将来有 这个一百倍以上的这种成长空间 我相信以后可能还会更大 那这里顺带说一下 这个国土面积来讲 真正需要房车 能够适合做旅拍 做旅游的 能够出来好好旅行的 其实国家不多 你看房车的这个排名就知道 澳洲跟加拿大就很多 当然他们人口不多 当然日本就少 当然日本人口好多啊 经济也不错 是吧 那我们说回来 那太阳能啊 就是一个非常便携的 而且可以不断持续供电的 包括一些小型的村落 我在西藏新疆都有看到 小型村落 他们也 比如只有五户十户人家 用高压线下来 肯定不方便 不符合经济效益 那就是用这种 移动的设备 那我们说快一点啊 这个我也不是专家 说了说细了 我也没有那个深度 那还有一个就是充电宝类型 它是专门为一些微型的设备 可穿戴的设备 大到手机 但极限我觉得就差不多是手机了 充电宝极限就是 手机跟平板电脑 最多就是什么呢 咱们PC 传统的这种机装机 但已经是很吃力了 一般来讲就是什么 耳机啊 像这个手机啊 耳机啊 像这种耳机 小耳机 然后手机啊 这些窗带设备 包括以后的这种 比如VR设备啊 这些充电 这是不错的 那这个相关的股票 大家自己也可以关注 小米啊 很多的这个 或者类似这种充电宝公司 将来可能也会形成巨头 包括我们看到中国 以前王思聪不是说吗 这充电宝这种公司 就是来电啊 来电科技啊 像什么怪兽充电啊 这些 如果说你们能做到上市 我就去直播吃屎 好像他说了这话的 但他真的可以做到上市啊 因为中国 跟中国市场也有关系 但是跟这些可窗带设备啊 这些设备耗电起来 很可怕 我现在知道这个 很多特别是什么 像相机啊 无能机 它的这个电池啊 耗电量还是蛮大的 你要这个充电宝 慢慢的 它的这个演变啊 它的便携 便携跟容量 这两个是很关键的一个事情 就是充电宝 微型设备 然后我们要说最大的重点 就是这一最大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汽车 就是更加庞大的 这个能源供应系统 比如我们刚才说太阳能 它的便携性还是有问题的 比如我搞了一个太阳能 它的发电效率不高 你像这个沙漠的话 我只要往这一放啊 两个小时 那上面就一层的灰 那本来发电效率光伏的 转换率就不高 对吧 你再来一层灰 你过两个小时 都给它抹一道 过两时给它抹一道 那太麻烦了 而且它的发电量 其实还是比较有限的 那移动性能 也不是很方便 因为你只要想 你要追求功率大 你就没有办法 它的便携就会降低 因为你就必须得那种 快撞的太阳能板 往这一束 然后你搬运的时候就很麻烦 但是电动汽车就是最关键的 电动车我们说的 我们就不光从汽车的角度去理解 而是从我们现在人 对这些刚才说的充电宝 比如说可创代设备 包括手机PC这些 它需要大量的电源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从汽车上面去 想办法 比如现在很多续航达到500以上 500公里以上的汽车 它基本上可以存到50度到80度的电 那未来可能可以存到100度电 100度电是什么概念 你就是开空调一个小时 两度电 你也可以开50个小时 可以有两天两夜的供电量 然后你对一般的家庭 因为我们知道 很多家庭 农村家庭 或者是你在 你不查着用 不要说把空调开得那么大 那么冷的情况下面 实际上你够你两三天的电力消耗 所以说这个电动汽车实际上是一个超大型的 超巨型的移动充电宝 它可以为极多的设备充电 所以说这个也是电动汽车发展的一个很关键的领域 以前是电磁柜 那将来的话会越来越便宜 越来越便宜 电力在中国 特别我们说中国吧 中国大陆 在网络化 高压化之后 效率提高之后 还需要有一个特定方向的补充 就是便携 一定要非常方便 而且要量要比较大 要比较可持续 那这个方向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方向 然后我们就说了充电宝呀 说了电动汽车呀 是一个超大型巨型充电宝 还有比如说太阳能 太阳能便携性是最差的 但是它的好处是可持续 那它不断的再生 它像新疆 它刚刚我说灰大 但它也有一个相反 有一个优点 就是什么 它日照时间还是光照是比较充足的 为什么 因为它常年不下雨 你说中东不过上海 一年一天一百多天 五十天到一百天 好了 那你三分之一的这个太阳能就没了 对不对 这里全年没有阴雨 从来不下雨 我可以说它从来不下雨 因为它降雨量就是 一二十二三十毫升 阴天都找不到 每天都是这么大的太阳 那你太阳能就丰富了 所以这边的瓜果蔬菜也甜 因为温差大嘛 糖分容易积累 然后我们最后说几只股票 我们说特斯拉吧 特斯拉现在 随着美股 我觉得是偏高估的状态 偏高 高估的状态 具体我们特斯拉说的多 我们说要国内的 比亚迪 宁德时代 这些其实我 私底下我是有推荐过的 像比亚迪 我八十多块 八十六七块的时候 我就开始关注 我说这一百块就可以买 但是我不能做节目那么早说 因为股票不好推荐 你要么就变成黑嘴了 对吧 你要么的话就是什么呢 你在推荐别人挣钱了 不理你 亏钱了 小李同学 每天又在忽悠我 对不对 他自己又在挣钱 所以我就没说 但是现在已经涨到一百六十多了 而且我现在不推荐大家买 我不推荐的时候 我说没问题吧 对不对 那我就说这个涨的机制 机力 应该就是说在 除了我刚刚 当然除了电力方向 还有其他方向 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向 但这个 已经变成一个什么呢 一种基础工业 基础能力 就是我前面也说过一个 电力的问题 就是电动汽车 叫EV MINI 就是 那个咱们国民神车 武林 武林宏光 他推出的电动车 只能跑一百公里左右 这种的将来 会在 比如说 印度 非洲 很多发展中国家 会大量的铺开 为什么 就从充电宝的这个概念 很多发展中国家 就极度需要 比如我们说 印度缺电 我们大家都知道 印度 一个是 它主要主干线的 这种高压网络 就不成熟 就不成熟 那这是一个主要的 还有就是 如果你主网络都不成熟 细的网络 很多家庭都是缺电的 都是缺电的 那就更好理解 它可能更需要一台 这样的汽车 至少它有一个备用的电源 有一个 我们说续航能力不强 200公里 那么你是不是有一个 20度30度的电 那够你这个家庭 用很长时间了 对不对 很多我们说很多家庭 在正常四月的 四月份或者九月份 春秋的时候 实际上一个家庭 很多用电就是 只用100度电左右 也就是说你这个 只有照明啊 或者说一般做饭的需求的时候 你一个电动车 都够你一个月用 够你一个家庭 一个月用 所以说的话 我说的意思是说 这还是 这个硬度很缺 实际上的话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巴西 也缺 为什么 它的这种小型化 你可能组网络 还满满糊糊 但是你的小型化呢 有没有中国的怪兽充电宝 这个来电充电 来电科技呢 你也需要这种 微型的这种充电的东西 包括这种 从超大充电宝 到小型充电宝 都需要大量的补充 所以说这个电力体系 电力网络 电力系统 还是有很多的 蛮有意思的东西 但我具体说回来 那这样方向看来 以目前比亚迪 跟宁德时代来讲的话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比亚迪涨幅已经有点高了 因为我刚才说 从80多块关注 现在已经160了 那已经是翻倍的行情 那宁德时代 其实当它有个问题 去年的时候 涨幅就已经蛮大 因为它得益于特斯拉 不断的飙升 因为特斯拉 必须后面 肯定是要跟宁德时代 合作 宁德时代是有一些硬技术的 那这样看来的话 其实两个差不多 目前宁德时代 略略好一点 但到现在 我要再强调一遍 就是到现在 已经涨幅已经很大了 至少短期是很有可能有回调风险的 我只是说 大家从电力的角度 我们可以去关注很多事情 并不是说到具体 如果说你已经在 你已经买了 那么你可以听听我这个 也蛮有意思 然后 然后总结一下吧 我们说 这个电力 已经总结完了 好 那我们这期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